这个男人刚起床就听见外面传来阵阵尖叫 他走到阳台往下一看 所有人都在尖叫逃命 男人的女友也在其中 他刚要喊 就发现女友和另一个人狠狠扑向一个老太太 竟然开始撕咬他 男人被吓傻了 他爬回家里 突然一个人推门闯进来 是男人的邻居 他说外面出事了 求男人收留他 没等男人回答 邻居就捂着头跑去厕所 男人看到他脖子后面恐怖的伤口 男人不安心 赶紧拿了把刀自慰 这时电视正播起新闻 说一种丧尸病毒正靠咬伤抓伤传播 感染者会双眼发红 还会吃人 恰巧邻居出来了 男人反应过来 举起刀逼邻居走 邻居拼命解释自己没感染 但他的双眼却逐渐发红 淌血 邻居还是出去了 男人冲过去死死堵上门 接着门外传来一声惨叫 他鼓起勇气从猫眼看 邻居已经遭殃了 过了很久 男人都没缓过来 这时他收到家人的短信 他们回不来了 赶紧回拨电话 但始终没人接 他只能靠自己活下去了 男人开始为生存做准备 在客厅打地铺 方便观察大门 再用冰箱堵住门 防止丧尸闯进来 还把窗户用纸封上 怕光让丧尸注意到自己 但每晚楼道都会传来惨叫声 他吓得根本不敢睡觉 这晚 男人突然听到一阵怪声 是从厕所传来的 他谨慎地拿起棒球棍 一点点靠近 突然 他看到一个影子 完了 是丧尸 男人赶紧躲起来不敢出声 只听见脚步缓缓靠近 幸好丧尸没发现他 男人必须一搏 他趁机靠过去狠狠一挥棍 这是他杀的第一个丧尸 晚了很久 男人把尸体扔下楼 又用冲浪板把通风口顶住 这下他才算松了一口气 可现在最大的麻烦不只是丧尸 很快家里就停水 食物也只够撑三天 男人已经快崩溃了 这时 手机突然来了信号 男人赶紧给爸妈打电话 打了很久 终于接通 可电话里传来的 却是爸妈的挣扎声 和最后的嘱托 男人万念俱灰 他终于撑不下去了 第二天 男人撕开窗户的报纸 用绳索套上自己的脖子 他套上绳索 深吸一口气 准备踢倒凳子 可这时 他突然发现了什么 忍不住身头仔细看 对面阳台竟然有一个女人 这里还有活人 男人看得太乳神 差点真把自己弄死 他赶紧摘掉绳子 趴上窗户仔细看 男人收拾了一下自己 第二天 他鼓起勇气走上阳台 楼下还有丧尸出没 他赶紧用写好的纸条 和他打招呼 这下女人也终于相信 还有人活着 两个人写字聊天 得知女人没有水 男人就用棒球 泡了根绳子 让女人接住 拴在阳台 一条简易滑轮就做好了 男人把水用衣挂架好 滑给女人 但瓶子碰上栏杆 发出巨响 一个丧尸听到声音 开始往女人这边爬来 男人为了保护女人 赶紧扔水瓶砸他 可这下男人暴露了 丧尸朝他爬来 门口也快被丧尸推开 男人腹背受敌 赶紧让女人先回去 自己冲进房间 锁上阳台门 死死抵住冰箱 门口的攻击停住了 但危险还没停止 阳台上丧尸爬上来了 他无法开门 就狠狠砸向玻璃 一下比一下更狠 男人拿起棒球棍 慢慢靠过去 等丧尸撞破玻璃倒下的瞬间 男人夺门而出 拼命挥棍 直到丧尸粉身碎骨 这次行动给了男人勇气 他终于决定出门找点物资 男人轻手轻脚 幸好楼道里很安静 只有死掉的邻居 男人快速从他身上磨出钥匙 但一转头 急着丧尸正往这边跑 男人赶紧倒下装死 然后趁丧尸跑过 飞速掏钥匙开门 丧尸听到声音赶紧回头 男人在最后一刻关上门 他开始探查屋子 推开卧室的门 里面有具尸体 男人捡起地上的头盔砸过去 还好没动静 他打开冰箱 里面都烂透了 还好橱柜里有花生酱 还找到一点饼干 男人发现屋主喜欢登山 肯定还有能用的 他返回卧室 终于在床下找到了个登山包 床里还有条登山绳 男人刚伸手去拿 他直接扑到男人 张口就咬 男人赶紧拿起登山膏杀死丧尸 趁外面的丧尸没注意 飞速跑回家 来不及松口气 他急忙脱掉一副检查 还好没被咬伤 更让男人开心的是 包里有两个对讲机 晚上男人躲开失潮 把对讲机丢到女人阳台 第二天 他被一阵声音吵醒 是女人的声音 两个人聊了好久 末日之下还能有个人说说话 就是最大的幸福 很快男人决定再去找点物资 走廊已经被丧尸站满 男人决定从通风管道 爬去其他房间找点物资 这里果然比较安全 很快男人就找到了目标 跳了下去 他检查了一下浴缸有血迹 但还好没有丧失 确认安全后 男人赶紧打开橱柜 天哪 全是吃的 竟然还有饼干 男人吃了一块 差点感动到流泪 他赶紧告诉女人这个好消息 女人问他这里安全吗 男人保证冰箱抵在门上很安全 但女人反应过来 不对 没人在屋里 冰箱怎么会抵在门上 男人这才发现不对 一回头 松了口气 原来是个老人 等确定彼此都是活人后 老人放下了武器 他看出男人饿了 主动给男人拿点吃的 还怕男人不放心 自己也大口吃起来 男人赶紧道谢 可接着老人开始旁敲侧击 问男人还有没有同伴 男人很警惕 说没有 之后老人让他再吃点 他拒绝了 老人也不生气 还让男人再拿点酒回去 等男人转过头 等他再次醒来 面前居然有个丧尸老太太 是老人的妻子 原来老人太爱她了 就算她变成丧尸 老人也舍不得杀死她 杀了家里的狗养着她 但现在狗肉吃完了 正好男人出现 老人只能初次下策 刚准备动手 突然外面传来人声 是女人在用对讲机说话 等老人出去 男人疯狂挣扎 终于正开绳索 等老人进来 男人狠狠一推 让他自己做了妻子的盘中餐 男人拿包要走 却听到女人说丧尸闯进他家了 男人赶紧去救他 到阳台一看 我的天 他家全是丧尸 男人赶紧到阳台 拉过布条跳下去 这时丧尸已经来了 男人摸起一把枪 一枪爆头 失朝疯狂向他扑来 这下枪也没用了 女人赶紧放下布条 让男人爬上来 他动作很快 但还是有丧尸跟上来 男人集中生智 翻身上阳台 割断布条 把丧尸弄了下去 他要女人跳下来 等接到他 跑到安全通道 从这里可以穿到男人家 男人告诉女人门牌号 然后自己开门 挡住丧尸攻击 他被丧尸挤下楼 死命砍咬 危机时刻 女人举起十字稿 用力砸下去 他们终于得救了 两人一路狂奔回家 就在进门前 一个丧尸冲来 男人选择独自奋战 女人眼睁睁看他被丧尸扑倒 惊慌失措 好在男人赶了回来 他怕自己受伤了 不敢靠近女人 男人一路走到阳台 如果发现一点伤口 他就能从这儿跳下去 女人哭着求他别这样 万幸 男人没有受伤 这下终于能松口气 来不及庆祝 外面的丧尸仍在暴动 他们冲过去死死抵住冰箱门 外面 末日仍在继续 但好在 这次他们不是孤身而行 我会不会是孤身而行 我会不会是孤身而行 我会不会是孤身而行